男星当兵发生严重车祸。 头部虫撞,加护病房观察中。 朴敏宇上月发生重大车祸。 朴敏宇,Twitter,Roommate,Ig,2018年4月4日。 韩星瓢敏宇金,4日晶船上月发生重大车祸,头部受到严重撞击,虽然手术顺利完成。 但人目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与治疗,好在无生命危险,不久后就能转到一班病房。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,朴敏宇上月15日发生车祸,因为头部受到严重撞击,所以立即送医抢救。 朴敏宇,虽然手术成功,但他人目前还在加护病房观察。 但经纪公司表示,朴敏宇恢复状况良好,不久后就能转到一班病房,让粉丝松了一口气。 30岁的朴敏宇,2011年出道,燕国《我的公主》,《花美男拉面店》等韩剧与大咖一人合作,不过她是靠住综艺节目《Roommate》,名气大长,于李洞旭,曹世稿,李国主,少女时代珊妮,娜娜等人互动而受到关注。 他2016年9月入众,预计今年9月退众,却在服役中出车祸,让粉丝直呼心疼。 朴敏宇因节目《Roommate》,名气大长。 图书Mate IG,2018年4月4日。